我們是飛子部英式飛彈員 主要的任務是擔任南部地區的防空任務 就飛彈部隊而言 是屬於國軍防空的第一線作戰部隊 人員訓練及裝備的保養最為重要 這些項目的訓練成果 都是藉由平時的課表來執行相關訓練科目 例如說我們有戰備檢查 戰備檢查是最能顯示我們人員訓練及裝備妥善的成果 另外有射控區域的雷達偵測 一樣也是利用我們戰備檢查相關的動作 來執行相關的演練 我們飛彈轉運任務為第一波攻擊結束之後 彈藥消耗要迅速的填補 由於彈體為上級非常重視的一個裝備 只要它有輕微的掃除 都會導致飛彈無法發射 而產生相關的維安因素 彈體它的重量重達百斤 人員操作不當的話 會造成維安的安全上的顧慮 因此我們對這方面的訓練都會非常的重視 我是徐沛偉 我是徐沛龍 我們是親兄弟 而且我們在同一個單位服務 他們兄弟兩人 在連上的工作表現都非常的認真 跟其他官兵的相處也非常的融洽 當初是爸爸給我的意見 以及一些訊息 考慮之後才決定加入軍中這個行列 跟哥哥一樣 我們都是籃球的敵寶升級 哥哥他已經先加入到資源翼的行列 所以馬上就決定說 就跟隨哥哥的腳步加入到資源翼式 高中收視就讀夏宜高中 每天練球的時間幾乎有八個小時 球隊是負責小前鋒的位置 我們最好的成績是 在高中籃球聯賽 體組方面我們拿第四名 至於課業的方面 我們也是早上練完球 晚上有高明老師就幫我們做課業的補強的動作 連上在體能活動 除了有三項體能的訓練以外 對職幹部都會想一些特別的活動 例如舉辦籃球比賽或撞球比賽 透過這些相關的訓練方式 除了可以讓我們每個官兵 都有身心健全的狀態 最重要的就是 要我們彼此之間增加情感 藉由團體運動方式 增進團體情感與向心力 他從軍之後 他每天的生活是比較規律的 自己做事情也比較有條例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不會像在外面的時候 慢慢去處理那些雜事 在軍中的時候 除了立架然後外散訴 他都可以多一點時間回來陪陪家人 然後關心一下家庭狀況 那其實這樣的生活收入也蠻穩定的 其實他從軍戰國還蠻支持他的